德军少尉驾起大居 明明锁定了一个犹太女人 却又突然停下 原来不是善意大法 而是华子熏到了眼睛 随后再次举起 这还没完 他再次瞄准一名摸鱼的监工 随后 周围的人不敢吭声 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因为阿蒙少尉杀人的理由 其实没有理由 就像他刚到达此地一样 一名犹太女工程师 他发现了正在建造的集中营 存在结构上的问题 然而他敬业的精神 得到了阿蒙少尉的认可 然后 这里是1943年的荷兰 犹太人的噩梦也才刚刚开始 此时的德军 开始了大面积轻油行动 他们先是以集中管理为用 将所有人统一带走 不过犹太人们 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其中不乏有反抗之人 但结局可想而知 而这是一所医院内 病人们通通笑着喝下 医生给他们准备的毒药 因为他们知道 德军不可能搬运伤残人员 等待他们的只会是冰冷的子弹 此时 一名身穿红衣的女孩出现 她穿过街道走进一间屋内 偷偷躲进了床下 在她的认知里 这是安全的 可她不知道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安全之地 这样的屠杀 从白天持续到黑夜 然而这 也让辛德勒受到巨大的损失 男人明明是一名穷鬼 却引来德军高官蜂拥合影 不仅如此 她甚至没花一分钱 就建起了军需用品工厂 她就是辛德勒 然而就连她自己也不会知道 这个选择 将会解救上千名犹太人的性命 1939年9月 德国闪击波兰后 为此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而辛德勒在这场宴会上 她仔细打量着所有人的军衔 从而挑选接近的目标 随后用一瓶昂贵的红酒 再加上巧识如簧的口舌 很快就打通了官僚的通报 第一步的目的达成 紧接就是第二步 空手套白狼 辛德勒找到一位犹太知名会计 通过它 联系上许多犹太富商 辛德勒不仅要让他们 自掏腰包为自己建厂 还要他们免费为自己打工 可没想到 富商们对此非但没有怨言 反而十分开心 因为此时的钞票 在他们手里如同废纸一般 并且在德军的管辖下 生命岌岌可危 于是 地间全是犹太人的内粹工厂就此建成 而命运的齿轮 也从这一刻开始转动 犹太人们都已将这里 当作避风的港湾 但一鸣不速之客 打破了这安逸的现状 阿蒙少尉一来 就展开了犹太人抓捕计划 这让辛德勒的工厂瞬间瘫痪 因此 他不得不去汇汇这位少尉 却没想到这一切都是阿蒙的计划 随后辛德勒 成功要回了他的工人 但这群犹太人 也只是保住了一时的性命 犹太男人拿起铁板 放置工作台上 紧急按压出造型 随后把形材拿起 来到另一边的台虎前上操作 只见框框好几垂下去 一个精良的铢链 就被制作完成 这工作效率 让阿蒙少尉很是满意 所以 他把犹太男人带到外面 准备将其毙了 可接下来 却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少尉第一枪是雅弹 本以为只是卡堂 随后第二枪 又让犹太工人多活了几秒 这破枪让少尉万帮无奈 于是掏出了自己的配枪 再次对准男人 可没想到 就这样 男人躲过了一劫 但阿蒙越想越起 所以他又召集了一帮犹太人 以丢失一只母鸡为由 逼问出作案人员 但主动承认的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过了两九度无人吭声 这时阿蒙稍微失去了耐心 他便举起步枪 准备一一击毙 没想到这时 一名男孩意外地走了出来 他只认死者就是偷鸡贼 然而死无对证 这才得以让众人暂且保住小命 而男孩的英勇行为 被辛德勒所赏识 因此将他收进了自己的工厂 毕竟当下 只有这里才会是安全的地方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辛德勒同情起犹太人的境遇 为此专门找到少尉 企图用权力的真谛来将他胆化 没想到身为恶魔的阿蒙 竟同意了辛德勒的说辞 他破天荒的 放过了一名犯错的妇女 然后又原谅了一名 没擦干净浴缸的男孩 可突然脑海里浮现出 五十万马克一个的面包 于是恶魔重返人间 随后这天 又送来了一批新的犹太人 可集中营已经没多少空位 为此准备处理掉一部分 犹太女人拿针刺破手指 用力地挤出鲜血 紧接将其涂抹在脸上 让气色变得红润 想要用这种办法逃过一死 随后他们各个面带微笑 不难看出刚刚的效果显著 可以回头 女人们就愣在了原地 自己的孩子 静坐上了开网死亡的班车 所有人蜂拥上前 却起不到任何效果 不过其中也有聪明的孩子 提前偷跑了出来 他想要躲在地板下 没想到已经有人 然后来到烟囱前 也有人 无奈下只能躲进粪坑 可就是这又臭又脏的地方 也挤满了人 这里是内粹集中营 对于他们来说 每个明天都是个未知数 这里的天空 时常飘落的不是雪花 而是犹太人的骨灰 像这样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诺曼底登陆的前夕 1944年4月 大势已去的德国 下令所有集中营 销毁犹太人的尸体 而剩下活着的 则送去著名的奥斯维新集中营 辛德勒得知消息后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在这时 一名红衣女孩的尸体被推出 这也让他 更加坚定了刚刚的选择 他找到阿蒙少尉做一笔交易 辛德勒要买下他工厂的所有员工 回他的家乡继续为自己效力 起初少尉并不同意 但架不住辛德勒实在给的太多 于是 一张张著名的辛德勒名单 就此问世 名单内象征着生命的希望 而名单之外 则是死亡的深渊 随后 辛德勒用这份名单 救下了1100名犹太人 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 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据说头发可以给子弹防潮 犹太女人就被强制剪去长发 随后被扒光了衣服感进房内 密闭的环境下 女人的眼里只剩恐惧 他们本不该来到这里 可没想到下一秒 所有人却又都笑了起来 因为落下的不是毒气 而是用于冲刷他们的清水 这里是奥斯维新集中营 待在这的结局 无疑只有死亡 好在他们是幸运的 辛德勒找到集中营的管理者 明目张胆地直接贿赂 一时间连军官也都大为震惊 不过辛德勒知道 德国战败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些钻石 能让军官在逃亡的时候派上用场 这稳赚不亏的买卖 军官不意外地答应了下来 可就在把员工送回的路上 却发生了一道插曲 德军士兵把孩童通通拦下 因为士兵认为 军工厂根本不需要孩子 但此时的辛德勒 已不仅仅是一名商人 最终 所有人都被辛德勒安全带回 可一个危机却渐渐地浮出水面 在随后长达七个月中 辛德勒的工厂竟无任何收益 可他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甚是开心 辛德勒不想犹太人亲自生产出 杀害自己同胞的弹药 但迟迟不能交出合格的货 德军必将会让工厂关门大计 不过辛德勒对此早有打算 他用自己的钞票 购买他人的弹药交货 并且在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 还要给员工发工资和打顶关系 因此辛德勒的资产很快就消耗殆尽 不过就在这时 德军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犹太人长达六年的噩梦也即将结束 犹太男人拿出一排金牙 紧接用火枪高温制考 化作金水之后倒入模具 很快 一份意义非凡的戒子就此完成 不过收到这个礼物的主人 却将会因此更加伤心 1945年5月8日 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则消息 让犹太人迎来了曙光 可对辛德勒而言 则是磨难的开始 虽然他救下了1100名犹太人 但他毕竟是一名耐粹党员 还是一名发战争财的军火商人 因此他也将要踏上逃亡之旅 随后众人为辛德勒践行 而这时 一名犹太人拿出了一份名单 是为他准备的联名担保书 就像当初辛德勒的名单一样 希望能在关键时刻保他一命 然后会计掏出了那枚戒子 可收到礼物的辛德勒 却感到无比的自责 他明明可以救下更多的人 却偏偏花在了这些无用的东西身上 在这之后 所有人目送着辛德勒的离开 直到第二天的黎明 一名苏军来到了这里 随着画面从黑白变为了彩色 至此 影片结束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残暴的阿蒙少尉 在战争结束后 背叛反人为罪处以绞刑 而善良的辛德勒 不幸于1974年10月9日离世 被以天主教的方式 安葬在了家乡滋维塔切尔山上 时至今日 仍有幸存者的后代祭奠他的亡灵 为看如今 这究竟是对事错 我是镇军 主页还有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